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永无止境 并且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 就像前段时间刚退役的百米飞人博尔特一样 一次又一次的刷新自己的极限 相信在博尔特之后还会有人突破他的记录 汽车也正是如此 从有汽车工业开始 汽车速度的记录也在一次一次的打破 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百公里加速时间 虽然百公里加速 并不能完整的体现一辆车的性能 但可以作为一项衡量汽车性能和驾驶乐趣的重要指标 其中能在3到4秒达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叫做三秒俱乐部 像帕加尼风神 兰博基尼LP560 法拉利458等等都是三秒俱乐部里的熟客 能跑进三秒非常不容易 但能跑进两秒的就更没有几辆了 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 两秒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三位成员 第一位成员是日产GTL Nismo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2.7秒 战神GTL已经成为日系超跑的标志车型 搭载的是VR38DETT3.8升V6双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600匹 最大扭矩达到652牛米 在2013年的古德武德速度加年划上 这辆GTL的百米加速时间仅仅只用了2秒 第二位成员布加迪威航Super Sport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2.5秒 作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超跑之一 搭载有8.0升W16四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1200 最大扭矩1500牛米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31公里 这辆布加迪威航生来就是艺术品 浑身散发着艺术品的气息 却又有着惊人的急速表现 第三位成员 克尼赛克1 百公里加速时间未知 据说是由于克尼赛克加速过程实在太短 克尼赛克将不宣布他的百公里加速时间 只公布了0-4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20秒 当听说百公里加速可以在2秒之内完成 他搭载的是一台5.0升W8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为1341匹 2秒俱乐部的这三辆性能怪兽 可以轻松让男人兴奋 女人流泪 突破自身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 小编相信以后会有更多1秒俱乐部的成员出现